Hello guys, welcome to Aural English Class Level 1, I'm Sophia 大家好,欢迎来到流利口语训练营一级课程,我是格格老师 So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Unit 10, which is the Conversation Class, Busy Lives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第十单元的后半部分,绘画课 主题仍然是 Busy Lives 那么学完这一单元的同学会觉得 Finally, I made it 会有这种就是如释重负的感觉 因为终于从这一单元开始 我们慢慢的已经开始学会用不同的时态 去把你有限的词汇去翻番的使用了 我再来说一遍这个话,什么意思 就大家在前面单元所学 以及在早期学语言的时候一定会有困惑 就觉得我要想把这话说的越长 说的滔滔不绝,一定是不停的去背单子 所以大家总是感觉在马不停蹄的去学新东西 但是从今天这一单元开始 大家会发现我们词汇量 可能到这儿就可能需要做一个简单的复习 不会有特别太多的你没有见过的一些生词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用时态的方式 去把这些旧词新用 用出它不一样的方法来 所以其实这也是英语的一种思维 它不是纯粹的砖块的积累 它是随意的去组合这些砖块的位置 我们所学的语法,时态 它其实做到的就是一个不同的设计感 我一会把它放前面,一会把它放后面 给它换个样子藏起来 其实目的就是我有限的词汇 到处无限的可能构框架 这样来表达更多的含义 所以像今天我们学到的是用时态 来去利用不同的角度 去运用这些词汇 表达你想表达更多的含义 所以这一单元呢 一看着好像东西不多 但其实信息量非常大 你可以把我们之前所学的九个单元的东西 全都放在这一个时间状态 用这种时态去表达 你会发现都是不一样的 那你岂不是翻番吗 但说起来很简单 但做起来的时候 这个思维跟我们汉语是完全不相似的 因为在我们汉语当中是不存在过去和将来的说法 我们在说汉语的时候 我们这个动作从头到尾 长相、样子、写法、说法都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就连字和字的组合也没有改变 唯独只是需要在整个句子的结尾 加上一个时间的概念就行了 比如说我学习 但是当我说我学习 我并不知道这是我以前学现在学还是将来学 但是如果在英语当中的话 我可能就学习这个词 在过去一个样 现在一个样 将来一个样 他会需要换个衣服 要跟着去改变 所以你会学到三种学习说法 就很费劲嘛 那除了这三种 我还可以说正在学习 已经学完了 后面没学 我以前开始学 现在学将来也会学 我天 那他的衣服太多了 就很麻烦 但在汉语当中学就是学 现在将来过去都一样 但我怎么去区分他的时间概念 我昨天学习了 去说这个时间状态就好了 所以其实听起来 汉字汉语其实更简单 确实没有错 以前在一个科学研究当中 发现世界上最简单的语言呢 是什么 是汉语 虽然汉语的方块字 这个方块字的写起来很麻烦 但是他的这个语言规则和规律 是非常简单的 非常简单易懂和易学 只不过就是他发音上 以及在写法上 一些外国人的方式不一样 学起来会困难多一些 而且就是我们的汉字 就比较起来跟英语来说 我们的汉字 我之前说过就是一个包子馅 它的意义非常多 所以你在读汉字的时候 是有一种四个字的感觉 叫做津津有味 那如果你要是读英语的话 就不是津津有味的感觉 而是一种就是 栩栩如生 感觉就是非常形象 这是两种语言 给你不同的一种心态 所以你要去转换 而不是硬去对应它 那我们接着来看 那在第十单元 我们要学到一个对话了 那你既然已经开始学过去了 我们就是在聊过去 那么在过去 对于过去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还有哪些对话技巧 which is not very hard responding to news 就是哪哪哪发生了一件事情 在说给你听的时候 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一种消息 因为你并不知道 你是从别处获取 那么别人给了一个消息之后 我们要如何去回应它 这是我们真的应该去学习的一个东西 有很多同学听了别人说话 没感觉 没状态 没回应 就跟木头说话一样 这个时候你发现 慢慢的就没有人找你聊天了 因为跟你聊天 没有任何回应 感觉就是跟空气聊一样 所以大家觉得 not happy not enjoyable 不喜欢 于是乎呢 大家开始就说了 那我怎么能让这个对话进行下去呢 你要去接 你要去回应 给一个反馈 好多就是 现在你去问一些中学生啊 小学生啊 小学生还好一点 中学生可能每天学课压力比较大 有些时候呢 我们的一些方式 可能会就是会阻碍一些 怎么说天性吧 一些习惯的养成 导致大家没有那个心和那个力 去回应别人 但是没有回应 其实是在浪费时间 所以你问一个中国学生 有的时候如果是比较夸张的那种学生的话 你问他说 你喜欢什么样 这时候他可能会就呆呆的看着你 像这种还是反馈比较好的 起码给我一个摇头啊 这也算信息 但有些人像没听懂话 也就是看着你 就完事了 这种最可怕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课学得好 要学会给人回应 但你这回应也要给的舒服一点 在我们网上 大家不是总流传一个字 几个字吗 叫音吹思听吗 对吧 人不管说啥就interesting 当然interesting 它也算是一种回应了 只是你要掌握场合 我们今天先学几种常见的 好用的回应方式 so let's take a look at this picture so how many people are there in this picture of course two and then how does the girl look like 你觉得这女生看起来怎么样啊 is she happy or tired 一听一看应该是比较累是吧 那这女生这么累 然后你看她一个人 能把自己特别疲惫的样子 展现给另外一个人的时候 其实说明两人关系非常近 两人至少是朋友关系 因为你不会去跟一个陌生人说 哦我好累啊 有人会觉得你是神经病 但如果是两个人认识的话 他一定也会去关系 哦是吗 你怎么累了呢 然后说你就咋咋咋咋地 对吧 所以你看首先她俩的关系 相对来说应该是至少是朋友 然后呢 女生貌似应该是在去描述 或者是被人问到你为什么这么累 然后呢 这个时候两人就一来一去的对话了 那实际上我们一会儿要听到的是四段对话 那么在这四段对话当中 其实都是和过去发生的事情相关 正好来复习一下时代音学过的过去 是有几个问题需要来回应 Which conversations are about good news And which conversations are about bad news 那请听这四段对话当中 哪几段对话是好事 哪几段对话说的是坏事 只要把这个听懂就可以了 So let's listen to it for one time Page 102 Lesson C Congratulations 1 Conversation Strategy Appropriate Responses B Listen Which conversations are about good news Which are about bad news 1 Thank goodness it's Friday Yeah I'm exhausted Me too I had a cold all week You did? I'm sorry to hear that 2 So how did your interview at the hospital go? Great I got the job You did? Thank goodness I know you really wanted it Yeah I start on Monday That's great Congratulations 3 Hey Happy Birthday Did you have a nice day? Yeah Thanks I went out for lunch with some friends You did? Nice 4 Did you take your driver's test yesterday? Yeah I failed Oh You did? I'm sorry to hear that I can take it again next month though Yeah Well Good luck 听完了对不对 发现其实好的 坏的 各占两个 好的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再来听一遍 那我们就来听一听 对方如果真的给了你几个信息的话 那如果是good news 你要怎么回应 如果是bad news 你又要怎样去回应 你能不能去想一想 他的回应是什么 看你能回想起多少 一会儿给你听一遍 我们先来看 在故事当中 第一段里面说到了 I had a cold all in a week 这里面had 我们刚刚学过叫做有的过去 是说明不是现在 是之前 之前那一整个礼拜都在感冒 这是好事坏事 必然是坏事 下一个 I got a job 哎呀 我被录取了 那工作我拿到了 这是好事坏事 必然是好事 那么在这个对话当中 这两句后方 别人是如何回应这两件事的 我们来听一听哦 Page 102 Lesson C Congratulations 1. Conversation Strategy Appropriate Responses B. Listen Which conversations are about good news which are about bad news 1. Thank goodness it's Friday Yeah, I'm exhausted Me too I had a cold all week You did? I'm sorry to hear that 2. So how did your interview at the hospital go? Great! I got the job You did? Thank goodness I know you really wanted it Yeah, I start on Monday That's great! Congratulations 3. Hey, happy birthday Did you have a nice day? Yeah, thanks I went out for lunch with some friends You did? Nice 4. Did you take your driver's test yesterday? Yeah, I failed Oh, you did? I'm sorry to hear that I can take it again next month though Yeah Well, good luck 好,听完了是不是? 听完了第一个 I had a cold all week 哎呀,这一礼拜我都感冒了 对方说啥 You did? 真的? I'm sorry to hear that Oh,我很遗憾 这个其实真的是外国人经常说的一句话 当你遇到了一个相对来说 你又爱莫能助 但又不是特别好的事情 你又帮不上别人忙 这时候你不能旁边喝喝 这种情商人真是双双都都让他看忧啊 我们应该有情商有智商的去说 I'm sorry to hear that 表情上也要让人感觉到你有点悲伤才对 跟着你一起痛苦呢 这就是有情商的人 另外一个人呢 I got the job 说哎呀我可能特想要一工作 那工作我拿下了 然后这你说什么 You did? Thank goodness 哦真的呀 太好了 谢天谢地 可能说这人吧 就是之前为了这工作都会累了 小命都快没了 你要再拿着这工作 估计你就真的人就不在了 所以我也常常输一口气 谢天谢地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成什么 说congratulations也是可以的 当然在这个对话当中 不光这两句 我们还有后两句 后两句话你想想怎么回应的 第一个人说 I went out for 对我稍微低一点啊 I went out for lunch 出去跟几个朋友吃饭了 然后你在旁边没回应 老师你说我回啥 那你看个人才回的呗 You did Nice 你看这事他也说不上是好 说不上是坏 因为跟我没关系 那你也不能喝喝呀 你也不能不知声啊 你就加上一个 Nice 哎就是非常中立万能的一个 挺好的 哎不错呀 这样的评价 像今天你说老师你干嘛去了 哦今天上午学架子谷去了 下午的时候呢我去画水彩了 然后呢这个晚上呢 晚上过来这个录个课 教大家上课 呦老师你这一天挺丰富呢 你看呀你这挺丰富呢 这就是大家给我的回应 而这种回应的英语当中 你就不用去字字字翻译了 一个词搞定 Nice 就是呦你这挺丰富呀 而且他几乎什么场合都会用 咱们下一个呢 I can take it again next month 就是说一个人考试挂了 挂了之后没事 好事就是在于什么 至少下个月我还可以再考一次 这是个好事吧 对吧 就是因祸得福嘛 所以他说 Yeah Well Good luck 那人家又要考一次试 你怎么办啊 又要考一次试 可能是祝人家好运了 就是说这回就是我们都说考试嘛 八分实力两分运气 有时候可能你就看了那一道题 哎这就考了 这可能这样的运气你也没招 所以哎祝你好运哦 Good luck 学啥考啥 哎呦那真是太完美了 考的同学们应该会能乐死 哈 那么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把这样的话整理一下 我们可以简单分个类 首先第一个 I'm sorry to hear that I'm sorry to hear that 我很遗憾知道这个事情 当你在去说一个bad news的时候 我们去可以用悲伤的表情和语气 慢慢的说给对方听 I'm sorry to hear that 哦真的很遗憾 I'm sorry 实在说不了to hear that 前面I'm sorry留下也是可以的 比如谁谁前半被投了 Oh I'm sorry to hear that 哎呀你的那个抖音号被人疯了 Oh I'm sorry to hear that 因为这个考试不太顺利 没考到第一 Oh I'm sorry to hear that 那么下面这些话呢 当然是good news 但遇到好消息的时候 你要视情况而定 给出相应的合适句子 给错了就不行了 第一个 Congratulations叫祝贺你哦 有点相当于韩语的 祝贺你哦 就是祝贺你哦 就是我升职了 恭喜你 Congratulations 我考试考第一了 恭喜你 Congratulations 哎呀我这个终于把这个梦寐以求的这个事情做完了 Congratulations 我实现了我的梦想 Congratulations 下一个 Good luck 什么时候是good luck 所以这个事情挑战性或者说是它的不定性略强 这时候度对方好运就可以说good luck 再来看下一个 Good for you Good for you 类似于就是I'm happy for you 就是我真心的为你高兴 而且我觉得这事情对于你来说真是一个非常的不小突破 前提是对你而言不是对我而言 可能对于我来说这事没啥 但是从对方的角度去思考 这事真的是good for you 我真的很替你开心 Good for you 这话呢可以是家长跟小孩说 也可以是朋友跟朋友说 这个不存在上下级 只存在于替对方从对方的角度去思考 为对方高兴 Good for you 最后一个nice 万能几乎啥好事 Nice 我今天昨天玩游饼游去了 Nice 我瘦了 Congratulations 那这些其实都是一些非常非常好用的句子 大家一定要学会去掌握 所以这样说来呢 我们真正对话的一些话 一定要去就是要合适的时机 挑good timing 挑时机去回应给他 一定要去确认这话到底是好信息还是不好的信息 然后再去配合去说相应的这些句子就可以了 当然肯定不止这些句子 还有很多很多 但我们在一集的时候慢慢学 我们不要一口吃个胖子 你要去说一些你现在还能用得了 Handle得了的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再慢慢的去扩大自己的词汇量 和自己的语用圈 但是在刚刚听对话当中 肯定有同学非常细心发现 除了刚才老师教的congratulations 这样的回应以外 接着文章还用了的一个经常出现的一个词组 它其实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粘合剂的作用 就是现在出现的绿色部分 You did 它其实相当于我们在前面单元所涉及到 对别人所说的话表惊讶 Really? 那么 really的替换句型就是今天所教的 You did 那这个针对的是对方使用的是一个过去式的句子 而且对方说到的是一个实际的动作 他不是说我是什么或我在哪里 他说的是我做什么 并且是过去做 你出于惊讶也好 哪怕你心里没那么惊讶 但是你是礼貌性表示对这个话题interested 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 那你就可以说 You did 说完了之后再加上你刚才来回应Good luck 这样就可以了 试一下 比如说 I had a bad cold 哎呀我现在感冒可严重了 真的吗 You did 后面再加上相应的话就可以了 但只说 You did 有点类似于别人不信 所以我只想表达我惊讶 并不想让你知道我不信 所以你就别只说 You did 你要加在刚才的那些回应的句子前面 这样这个 You did就起到一个真正的作用了 Now I invited some friends over yesterday 昨天请了几个朋友来 你是不是也得说 You did 真的吗 I took my sister to a movie 我带妹妹去看电影了 You did 真的 你可以发现这里面用到的动作是 Had 但invited和took 三个动词都是过去式的 而且是一个实际的动作 它并不是B动词 好的 用 You did 真的吗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那说到这儿 赶快我们再来听第三遍这个对话 Listen to it for the third time And answer this question 既然这里面 Selina说到自己拿到了那个工作 那她啥时候开始工作呢 再听一遍来回答这个问题 Page 102 Lesson C Congratulations 1 Conversation Strategy Appropriate Responses B Listen Which conversations are about good news Which are about bad news 1 Thank goodness it's Friday Yeah, I'm exhausted Me too I had a cold all week You did? I'm sorry to hear that 2 So how did your interview at the hospital go? Great I got the job You did? Thank goodness I know you really wanted it Yeah I start on Monday That's great Congratulations 3 Hey Happy birthday Did you have a nice day? Yeah Thanks I went out for lunch with some friends You did? Nice 4 Did you take your driver's test yesterday? Yeah I failed Oh You did? I'm sorry to hear that I can take it again next month though Yeah Well Good luck 好 听完了 应该是什么 Monday 周一啊 正常一想 也是周一就应该上班了嘛 不是 但是像一般欧洲啊 可能欧洲可能生活更清晰一些 欧洲至少我去过的那几个国家 都是周六周日休息以外 周一也是休息的 人家7天是要休3天的 还真是没法比啊 当然各有力弊嘛 当然各有力弊嘛 I have a job interview this week 我们在听到这个句子的时候 一定要判断一下这句子所使用的场合 以及它所生意的时间 第一句说I have 一看就是现在是this week 这些事情还没有到 将来要发生 这个礼拜我有个工作面试 你觉得这些事情它怎么感觉 紧张 nervous of course 那既然是紧张的话 怎么办 你要祝他一切顺利 祝他好运 然后呢也表达我对这些事情的一个态度 对这些事情感兴趣 就可以说you did good luck 或者直接说good luck 祝你好运 那么第二句 I'm exhausted I have a terrible cold 哎呀我累坏了 我累积了浑身筋疲力劲 我这感冒特严重 有人感冒就跟没事人一样 就像我 我的感冒的时候比你正常的时候还正常 那有人呢就一感冒就浑身酸疼就不行了 所以这种人估计就是算是后者 可能身体比较弱 哎呀我累不行了 可惨了 最近啊感冒可严重 你要说什么 这时候是好事还是坏事 你先判断它是good news or bad news bad news of course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说 I'm sorry to hear that 再下一个 I lost my job last week 先判断good or bad bad 这时候说啥 想了不用想 I'm sorry to hear that 你也不能说我丢着工作 我丢着工作 呵呵呵 Congratulations 祝贺你 你不能这样啊 除非这工作真的不值得做 然后你已经劝他好几次 终于死了 然后这时候下定决心了 祝贺你 对你来说是用解脱 你可以有更好的工作 那就铃铛别顿了哈 No.4 I'm 21 today 你发现 Yeah I'm 21 21恭喜啊 好运啊 那你要说 祝你好运 那时候21要发生点事 还是说 更快就了 终于到了 你嫌我年龄小啊 这都不太对 那我们当然是要说 Happy Birthday 所以你看 其实回应的句子 不是说我教哪个 你就一定要去说哪个 它不是一定的 英语是没有办法较真儿的 你要配合场合呀 到这有没有觉得 是好 如果你要去感觉 说明自己学英语啊 学偏了 一定要回到正途上来哦 那么今天要给大家做的 一个小的作业 非常简单 I have an exam next week 下周就要考试了 你要咋说 祝你好运 不能说祝你生日快乐哈 祝你好运哦 那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呢 大家赶快回去好好想一想 那到这儿 我们第十单元 就给大家讲解完毕了 那么第十单元 我们做个简单的复习 发现其实内容 真的没有这钱多 可是用途非常大 to talk about last night or the last week 我们来描述上一天 也就是昨一天和上一周 我们都发生的事情描述过去 但这些常占的是一些动作 是一些实际的 非状态 非地点的一些动作 吃喝玩乐这样的 我们学会它的动词表达 所以在第二部分 你可以看到 simple past statements and ask simple past yes now questions 我们要去学会去描述过去发生的事情 以及去询问过去发生的事情 但运用的是一般疑问 就是说 你昨天干什么什么了吗 那里面配合的就是一些规则的动词 过去是变法 什么的过去是 是怎么写 怎么变 你这样就一个词 其实可以衍生出无数个词 这就是学会一劳永逸的去学习英文 而在刚刚我们说到的绘画课当中 学会的是responding to news 当别人说的一件事好坏 我们要如何去回应 就可以了 OK So that's it for unit 10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in next week But don't forget to practice, practice, practice after class Bye bye